哈喽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昨晚狼队和E-Star又迎来了一场精彩对决 这两支S组老大哥的比赛,总是令人很期待 不过这次E-Star依然没有战胜狼队 反而被狼队让二折三 狼队真的取代E-Star成为了真正的S-Star魔王 前面两局E-Star都在疯狂针对狼队的妖刀 因为他们很清楚,妖刀是狼队的大核心 所以前两局针对妖刀做了很多事情 E-Star也就连续赢了两局 但从第三局开始局势就逆转了 SK的BP开始有点让人看不懂 第三局他给清荣拿了原歌 这个英雄本赛季的胜率低得可怕 因为胜率只有0,最终清荣被打出一杠气 显然被揍得有点惨 第四局E-Star的阵容也不太理想 他们选出的阵容摸不到妖刀的珈罗 没办法阻止他输出 至此两边打成2比2平 比赛脱落了决胜局 最后一局比赛就非常精彩了 因为这局比赛成了金宇露娜的个人秀 E-Star没有硬控能够限制他 并且上演了一波月塔击杀刘邦的操作 连续九次月下无限连 操作非常丝滑 最后一波团战同样是金宇的露娜 切到了后排的鲁班奇号 再一次打出月下无限连 最终帮助队伍人2追3 这局金宇的露娜 完全就是秀的头皮发麻 如此丝滑的露娜 只在大神的巅峰赛见过 不出意外的话 本周的最佳选手金宇已经预定了 SK在赛后也接受了采访 他说这局选了不太常规的阵容 是在为季后赛准备 因为狼队和E-Star早就锁定了季后赛名额 所以比赛才放得开 虽然E-Star这次面对狼队又输了 但双方依然打满了5局 说明两边的实力差距真的很小 进入季后赛怒死选手真的很难说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狼队 让二阶三赢了E-Star呢